南大帝政事務所對民國30人內 生理了後就有這地圈 最重要的不動産 到一個定期遷入 定期的各用地變成相關的行為 尤其北國部民眾 可以來了解 帝政業務的過期相關歷史 南大帝政事務所對六個地開始 就台北基盤一項帝政文化點 第二至七個地 也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成功參觀 出發之前的時候 再用的平板車去找 其實就是用這個測量的 就是用這個去外面做外 為民眾是設定土地所使用的階級 為了要讓民眾更了解地政業務 跟土地的歷史 南大帝政事務所對六個地開始 特別推出到地政業務相關的文化點 那我們地政業務 從日據時代到現今 將我們的地籍圖的資料 還有登記部的資料呈現在我們的展案櫃裡面 讓民眾來這邊來申辦案件時也可以順便來能夠更了解土地的來源跟歷史 都是南投縣長 對對對 入縣長 到縣長 對 這也是縣長 然後到土地登記部的核發 從以前的人工 人工手寫的到現在的用電腦 你要了解過去到現在 這邊都資料準備得很齊全 可以在這邊了解 南大帝政事務所對民國三十人在生理和單 就負責在地政中也不懂 三九亿定期和七兩 定定的相關工作 這次電腦的文物來自南大操縣長 了民間集集水力和生理 等出時間和七月底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集集來參觀 記者 立銀酸 彩虹報道 我告訴你